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爱博电视 爱博电视的网址是www.starprp.com 爱博电视的网址再说一次是www.starprp.com 那么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著名的文史学家辛浩年先生在现场 来给大家谈一下辛亥革命百年 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欢迎您到我们的热信号码 646-519-2879 辛浩年先生您好 你好 你们好 小明先生我们看到在辛亥革命百年现在马上到了 而且我们知道两岸都在纪念 那么有非常的不同他们的说法和做法都不一样 比如说在大陆方面主要是说辛亥革命不太提中华民国 而在台湾中华民国方面是比较提中华民国 但不太提辛亥革命 您认为这两岸方面他们最根本的不同在哪里 另外您对此做好评价 你的问题提的很好 这是我一年来的切身感受 当然我不知道背景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背后的动作是什么 但是我只是感受到了一年多来 白美洲甚至包括其他地方的一些桥建 特别是台湾背景的桥建 他们请我讲演 他们都会跟我说 我们搞建国百年了 我们不讲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大陆的说法 我们庆祝中华民国一百周年 说心里话 庆祝中华民国一百周年是完全正确的 应该大搞特搞 因为它会对我们中华民族和现代中国的传承 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但是不说辛亥革命 那显然是错误的 或者是必有引钟 因为没有辛亥革命 哪来中华民国 一个孩子过生日的时候 不准说自己的母亲 不说自己的母亲 那当然是不对的 如果你的母亲正在遭受的柔恋 你就不要他了 不问他了 不管他了 也不提他了 过生日都不说 这更说不过去 所以我觉得 大陆讲辛亥革命是要夺取现在这个政权的权力的合法性 中华民国如果不说辛亥革命 不说辛亥革命创进了中华民国 就等于放弃了这个权力的这个政府的历史合法性 这是至光重要的 大陆 我们说大陆是不准确的 我们应该说中共北京政权 这个政权说辛亥革命 不仅是要穿着历史的合法性 还要把自己打扮成森中山先生的正宗传人 如果台湾的方面 今天台湾的这政府 这政党 他们也不说辛亥革命 那就等于自己 把自己森中山先生革命传人的这个正统地位给丢掉了 前不久我在美国中部的一个大城市的讲演中 讲演前他们就跟我说 不要说辛亥革命 讲演后又跟我说 所幸的是 第二天 他们的乔委员会副委员长 大概是在很多的反应的前提下 已经说了 建国百年可以加辛亥 可以说辛亥革命了 较至于一年前 乔委员会的委员长说 那是大陆的说法 建国百年 VS辛亥百年 有很大的进步 我希望两岸都讲辛亥革命 当然大陆不会讲中华民国 那么在讲辛亥革命的前提下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前提下 大张旗鼓的庆祝 现代民主中国的中华民国的生日 我想这才是对的 您刚刚谈到就是说 中共方面他想把自己作为一个孙中山的传人 但是对辛亥革命来说 那我们知道孙中山先生 他是这个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力量 那么对于辛亥革命的中共 他说他是一个旧民族主义革命 是一个不彻底的革命 是一个失败的革命 是资产阶级的革命 而这个中国共产党的革命 才是一个新民族主义革命 才是一个成功的革命 但是另一方面呢 中华民国就讲说辛亥革命 就是当然他创建了这个 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那么双方的说法是很不一样 而且中华民国方面说 他们是真正的实现了辛亥革命的精神 和辛亥革命的目标 那您认为辛亥革命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革命呢 他是成功还是失败 简单的说 他当然是成功的 1989年我在北京出版的 长篇小说里面 我就利用一个你死学者的嘴巴 说过一段话 看一个革命是否成功的 关键看 你和你革命对象之间关系的变化 如果你推倒了你的革命对象 就是打倒了你的革命对象 你的革命当然成功了 如果你被你的革命对象所打倒 你当然就是失败了 那我们看一看 1911年的辛亥革命 孙中三先生 中国同盟会和许多中国的革命派团体 发起的武昌起义和全国的这个革命 有没有推翻本清呢 推翻了 那他当然成功的了 第二 他更重要的是 他接受了中国2100年的君主帝制 这可是2000年年的一件大事情 你还能说这场革命是失败的吗 他当然成功的 他问题只是跟世界所有的从专制国家走向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他还有反复 他有挫折 他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从专制走向民主的 在这个反复和挫折的过程当中 他的前途是完成共和 他的过程是走向共和 那么 辛亥革命就是我们中国人民走向共和的光辉起点 从这个意义来说 他能不是成功的吗 而且他将一定是成功的 那么我们肯定了中华民国是辛亥革命创建的 那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 那么反过来说 简洁的说 是资产阶级革命吗 全世界只有民主自由革命 没有资产阶级革命 这是共产党的一个理论 也就是马力制造出来的理论 他为什么要给他标上资产阶级革命的标签呢 为什么 因为在十八九世纪在欧洲出现了一场自由民主革命 这个自由民主革命在欧洲反对的是封建制度 反对的是君主制度 所以他相对于封建制度和君主制度来说 他就是要民主和要自由的 可是如果马克思承认的这场革命是民主和自由的革命 他还怎么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去推翻它呢 他只有把它定为是一个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才有资格 有理由 有权利 有必要的去推翻资产阶级革命所产生的成果 就是被共产党所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那就是等于说 我承认你是为了达到你 而不是为了肯定你 这是一个 第二个 说什么新旧民主主义革命 孙中山叫旧民主主义革命 这句话从哪里来 从列宁那里来 列宁曾经评价孙中山 是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想 这就是毛泽东称孙中山先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据 那么毛泽东先生进一步说 由他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是在1941年他在延安的窑洞里面写的 他所讲的这个话 用他的话来解释 就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我说两个很荒唐可笑的话 共产党不反帝啊 因为俄国 沙皇俄国就是专制帝国 侵葬了我们中国那么多地方 列宁和斯大林的俄国 是新沙皇帝国 共产党就是他制造的 你看共产党什么时候反过苏联共产党 是不是 特别是在一个49年前很漫长的时间里面 所以他不反帝啊 旧帝国主义 老帝国主义 新帝国主义 俄国一生而兼两用 他从来不反 反封建 反封建用不着你反 2100年前中国的秦始皇就已经废封建之军线了 93年以后中国的汉武帝用推恩令的办法在中国已经消灭了封建制度 2000多年来中国是有封而无建 可以封一个地位 可是没有建国 所以这个话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他说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恢复了专制 剥夺了人民的民权 而被他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 孙中山的革命 辛亥革命呢 却是一个倡导民权 倡导民生 反对列强欺凌的革命 你们说这一新一旧的概念是恰当的吗 当然不对 那您认为辛亥革命这个倡导民权和民生 那么这一百年来 虽然在中国大陆很多人已经可能不知道了 但是至少在海外很多人都是知道的 那么这一百年来 它对中国的历史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呢 你想一看我刚才讲的 2100年前从100年前算起 秦始皇废封建之军线 从贵族政治走向君主平民政治 就皇帝是贵族传代的 而人民呢可以通过考试 参与统治 它叫君主平民制度 2100年的这个制度 怎么说也是家天下 辛亥革命死他从家天下走上了公天下 你说这是不是一个识破天经的大事 第二过去都是君主说了算 辛亥革命之后 袁世凯复辟帝制也想重新恢复君主说了算 83天就没了 就被人民给气死了 他所复辟的中华帝国 他所复辟的帝制也烟消烟散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认识到 辛亥革命的意义 它确确实实是非常伟大的 是2000多年中国历史的一个最大的进步 并且是变革制度的进步 是彻底变革专制走向民主的进步 从辛亥革命以后 可以说就是连毛泽东 他的实际的权力已经比皇帝还要大 但是他们绝不敢黄袍加身 做到金郎殿上去 辛亥革命以后 想称皇帝的袁世凯被打倒了 想扶贫满清的张勋扶贫被打倒了 所有想当皇帝 当大皇帝小皇帝的都被打倒了 那说明辛亥革命 已经永远的结束了帝制 虽然专制还会复闭 那我们今天还谈到中华民国 那有的人就说了 那中华民国是辛亥革命 是革命成功的成果 如果说它是一个共和国 是一个民主的话 那么按照现在人的这种观念来说 民主应该是人民 每个人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呀 但是像孙中山先生当年 并不是这个大清的国民 或者说中华民国的国民 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顶多算一个小圈的选举 就是各地方的这个政权的 他们那些代表选出来的 那么您如何看待中华民国 它的合法性呢 我想到今天为止 美国都还不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 他选举州 以州的胜负来决定最后的总统选举 他就说明民主选举也是一个过程 民主是由开创到熟悉到建成 到最后尘埃落定的过程 任何事都有发展的过程 像孩子长大一样 是吧 所以民主也是个过程 那么孙中山不是一票一票的选出来的 但是他是中国开天PD以来 第一个被推选出来的 推选也是选 是不是 但是比不选好 比嘉天下传宗接代好 比黑盒子里面去摇出一个未来的专制 领袖好 是不是这样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他是谁选出来的 他在美国的丹沃 接到过内的电报 叫他回去当总统 他一个人都没说 他把这个电报放在口袋里 然后自己去走欧洲 找各个国家 就是找列强们 希望他们不要支持中国的满群王朝 不要再借款给他去打人民革命 政要人民革命 他做到了很大很大的成功 所以讲满群王朝覆灭 与他的这个三个月在海外的奔走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所以 由于他的革命的声望 他的影响 他在中国已经形成的 对革命理念的那一种追求和凝聚之心 是六个省的军政府联合会 其中主要是前清的改良派们 当了辛亥革命初期的一些国地首长 由他们来选举的时候 官内17个省 16个省选了省总省 你说他不是选举 不是一人一票 我承认 你说他不是选举 那不是 你说那是很好的民族选举 彻底的民族选举 不是 但是他毕竟是在辛亥之后 那个状况下 有国地推选出来的 第三当时的满清朝廷还没有退位 南边 辛亥革报起 许多省市已经开始宣布独立 那时候需要一个领导的中心 这时候已经 独立与清廷的发生革命的勾勾省市 一共22个 他们认为 有必要选出自己的领袖 来对抗 还在富裕王抗的满清朝廷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 那是中国 现代中国 选举的开始 是中华民族第一次选举 是走向共和的开端 所以我们要承认它 也让我们去发展它 辛亥革命成立38年之后 那中国共产党也是通过武装的方式 夺取了这个中华民国的政权 不能说夺取了 它把中华民国赶到台湾那个地方 那么它等于是在大陆执政 那么它也说它是合法的政权 那么相对于中华民国这个政权 您认为中共它的合法性在哪里呢 你看我们做个简单的比较 中华民国是哪个民族的国家 是中华民族爆发现代民族民主革命建立的国家 它是中华民族的中国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孙中山先生传承的 是姚舜宇下来的 整个中华民族立主立中 所代表的中国 这是事实吧 所以我称它是中华民族的中国 它发动民族革命推翻列强 它发动民族革命推翻满清专制政治统治 所以它的第二个合法性就是它民族革命的合法性 这是符合近二百三百年来 全世界民族自由的发展潮流的 如果我们的中国做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推翻的专制统治 让人民去争取天赋的人权 你说这不是合法的 难道是非法的呢 何况英国 法国 美国 欧洲的许多先进国家都是合法在前 而我们是欧风美雨的影响合法在后啊 所以从民族的意义来说 它也是合法的 从民族的意义来说 孙中山先生反对满清王子 它是一个重要的东西 有一句话 指引进经济改革 推入电话 火车 不进行政治变革 只能使国内的腐败越来越深越来越广 所以它反腐败的革命 我们现在是广告时间 那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会接观众朋友的电话 热线号码是646-519-2879 那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继续 谢谢各位回来继续收看 今天我们请著名的门市学家 辛浩年先生谈辛亥革命百年 欢迎您打电话来提问 或者释发表您的意见 那我们先请辛浩年先生继续 那我简单的说一下 共产党的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合法性 你说它也是武装多久政权 那我就请问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在哪里 第一 它是马力党族在中国建立的政权 因为共产党是外来的党 它是思想理论是外来的思想理论 就是统治的理论 它承认的是马恩利斯 毛顿江胡恩 不是秦皇汉武 唐宗宋祖 袁明清 从民族的意义上来说 它不合法 它是真正的外来政权 第二个 从民权的意义上 它颠覆了辛亥革命的民权革命的成果 重新复辟了专制 它继承了袁世凯复辟专制统治的这一个所谓的传承 你想它合法吗 它当然不合法 如果合法 袁世凯就合法 为什么83天被人民推翻呢 第三 从民生来说 我刚才讲的最后一句话 沈中山先生就是因为要反对满清的腐败 因为腐败而遭遇厉强的欺凌 因为腐败而死人民遭受痛苦 沈中山先生还有一句名言 叫专制国越强齐民越苦 今天的共产党 改革开放的共产党 你说它的腐败是不是举世皆知 从这三个阶段来说 民族民权民生的三个阶段 1949年用枪杆子读取了政权的这个政权 所建立的马力党州的中国 就是我说的马力中国 这个复辟了专制权力的政权 以及60年来前30年共产人民 后30年还在共产人民 这个状况你说它的合法性在哪里 那您说到这儿可能那个中共官方会 会说那让人民生活的幸福是我们最重要的 让人民至少有这个最基本的 您刚才说到民权 那么在中国有十几亿人口 最重要的民权就是让人能够吃饱 能够穿暖 那么现在跟旧社会相比 那比旧社会你看中国人现在生活的不是比那时候好吗 对中国人来说是好啊 中国人民不是猪 猪吃饱了会杀欢杀的更厉害 甚至会冲出山南去大河大叫大跑一趟 人民不是猪 不是喂饱了就可以 今年上半年的木铁花革命的爆发的国家 生活水平平均收入都比中国高 可是为什么人民还要革命 因为人民意识到了 人民有自己的真言 人民应该有自己所应有的权利 如果人民丧失的真言只是一个被统治的对象 如果人民不能有自己应有的权利 人民就会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你说这个对不对 对中国人来说是不是这样呢 何况我们是这样一个悠久历史的国家 何况我们一百年前就开始为民族的独立解放 为民权的发展 为民生的提高 曾经各国民了 你想今天中国大陆老百姓 如果一旦回顾到一百年辛亥革命 跟他今天所追求的 所想象的是一致的时候 他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话是正确的吗 好各位观众朋友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话题是 辛浩年先生谈辛亥革命百年 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中国的现状 以及当时辛亥革命前的这种社会现状 您认为这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 另外辛亥革命的精神是中华民国继承下来了 还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下来了 那么这两个政权之间 谁继承了辛亥革命它的精神 那么辛亥革命呢 在历史上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借鉴 欢迎打我们的热线号码 646-519-2879 那我们先接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第一位是纽约沈先生 沈先生您好 主持人和辛亥革先生 我是沈先生 沈元 辛亥革先生 我跟你久违了 今天发言 我觉得你的精神可嘉 精神非常好 我想说的是 今天的新闻说 胡锦涛提出来 两岸发扬 辛亥的精神 并信中华民主 在这里他没有深入的公开阐明 什么是辛亥精神 他用模糊的概念 企图欺骗台湾人民 那么他为什么不敢深入地阐述 辛亥革命的深意呢 如果他阐述了能和对面的中华民国的 辛亥精神一致吗 这个是希望辛亥革先生回应一下 好 谢谢沈先生的问题 那我们再接下一位纽约王先生的电话 王先生您好 哈喽 你好 王先生您好 辛亥革先生 OK 辛亥革先生 我现在要讲的就是中国大陆 它是信仰的是马列主义 那么台湾的那个中华民国 它信仰的是山林主义 山林主义跟马列主义有很大的区别 那么今天大陆上的老百姓 尤其是知识分子 他大多数都了解了这个辛亥革命 是怎么一回事 而且在1950年的时候 英国的丘吉尔他就讲过这么句话 他讲1950年以前 你不喜欢谈论共产主义 人家会笑你落后落伍 1950年以后到1960年 你还在谈论共产主义 人家会说你是个傻瓜 那么从这两句话里面 我们就知道 这个马列主义 根本现在世界上信仰它的人 没有几个 今天中共还在搞这个东西 我现在就是希望 辛亥靖先生呢 写个很简单的车子 到大陆上去推广 想办法到大陆去推广 第一个说明山林主义 这个民权民生民族 这三个很简单的意义 向大陆宣传 同时也把马列主义的缺点 也向大陆上人民宣传 这样让大陆的人民起新变 思想变 在一日之间 让大陆给它变甜 把山林主义带回去 带回在中国大陆视线 谢谢王先生 那我们再接下一位 加州丁先生的电话 丁先生您好 加州丁先生请讲 那我们再接下一位观众朋友 纽约的林先生 林先生您好 那我们再接下一位 纽约的盛女士 纽约的宋女士请讲 我就是想对新浩年先生 表示特别特别的尊敬和钦佩 听您的讲话知道很多东西 我就是想表示我的经意 好 那谢谢宋女士 那我们现在再接下一位 中国大陆武汉张先生的电话 张先生您好 你好 主持人嘉宾好 现在如今的这个共产党 实际上他已经 思想体系已经混乱了 相当于什么对他有利 他就推动什么 一会儿孔子 一会儿什么老子 余丹上去说什么的 一会儿就是庄子 然后其实他们骨子里头 连共产都不信 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推动什么好 像我是个工人 比如说我们厂里头的领导 不管是厂长 还是车间主任 你跟他谈公平 他就说公平是相对的 他给人的感觉 好像是老百姓错了 成了我们错了 我们这些人是绝对的公平 没有一点哲学功底 还真的拿他回答不出来 然后你跟他提一件的话 他就跟你说 存在就是合理的 实际上我真的想问他 你是信共产主义 还是信存在主义 他实际上他的德学观 已经乱了 你看他们平时 什么送到党校学习 什么玩意儿 他们都学什么东西呢 实际上他们 学进去的东西 和用的时候 这两把事 他们自己都不相信 共产主义 你不信我胡锦涛 他相信共产主义吗 他实际上他自己也不信 所以说对于新海革命 对这个问题来说 他实际上他自己都是混乱的 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老百姓来表达 好 我今天就说这些谢谢 好 谢谢张先生 那我们再接加州丁先生 丁先生您好 我得等这些用好了 好吧 您请讲丁先生 喂 丁先生请讲 您现在线 这安娜是我在线上是吧 对 您请讲 这个声音不太清楚 OK 好 我就是不会占太多时间 我刚刚就祝二位 中华民国精彩100快乐 百年国庆 而且我觉得这个新海革命 当年国父孙中山 从那个德纪犹太人他们的马克思 两个人就坐在大英博物馆里面 一个坐在北方 一个坐在南方 南方就是咱们国父孙中山 我认为国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最后获得最后胜利 而且这个新海革命百年纪念 他们这个共产党一直在说 就是不肯直呼中华民国 这个真正代表中国人自由民主 新生的这个四个字 南加州 还有那个1370 中共女主播雨昕 坚决不同意 中华民国是先有的 何必要这样子呢 这有什么用呢 那个中华民国1911年就有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才有 他们只承认1949年以后的政权 把前面38年的国民党 在大陆时代中华民国全面否定 还说满清地质一被推翻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就诞生了 这简直正眼说瞎话 只有包括这个魏一华 是在内的五名中共女主播 在北京持户中华民国的四个字 魏一华从此就在空中就不见了 就失踪了 何必呢 魏一华来过洛杉矶 我也见过她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女性 就中华民国精彩100 比就比较更踏实 更正确 新海革命百年纪念还不够 要中华民国四个就要加进去 当然是中华民国推翻了 满清政府 怎么可能是共产党推翻了呢 对不对 国民党推翻了 好 谢谢丁先生 那我们在接下一位 北京黎先生的电话 黎先生您好 北京黎先生请讲 我讲三点啊 第一点啊 就是新鲜啊 就是年以后应该经常玩 因为这个电视啊 它这个不光靠语言打动人 而且靠形象打动人 它的扑盖中要谎 这个非常重要 第二点啊 就是刚才讲 你说这中国人啊 不是猪 我说呀 这中国人现在道德过落的程度 现在中国人就是猪 这个大陆啊 是渲养的猪 香港啊 是放养的猪 台湾啊 是地养的猪 就是猪 已经都没有这个正义感 道德感 完全丧失了 第三点啊 就是马英九政权啊 它联共卖台 他也背叛了 猪害主命 谢谢大家 谢谢 今天任光临 好 谢谢 那我们先请 金晓年先生回应一下 然后我们再接其他 观众朋友的电话 我想刚才这些 海外的朋友所说的 他们都表达了一个 非常好的 非常正确的思想和立场 第一位沈先生提到 猪害精神 共产党为什么 不能够真正的宣传猪害精神 实际上他惧怕猪害精神 因为猪害精神 说到底就是一句话 民族主义 民权主义 民生主义 而中共今天都是背道而驰 所以我想对其他的 几位朋友的讲话 没有意义 非常赞成 可见我们大家想的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第一位观众 纽约沈先生问了您一些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中共现在 不敢明确阐述 这个就是 猪害革命啊 中华民国这些 因为我刚才讲了 他在民族的立场上 他是一个 背离中华民族 的一个政权 一个党 在民权上 他是复辟了专制 镇压了民权的 一个政权 一个党 在民生上 开始是以穷为党 现在是以富为党 不论以穷为大 还是以富为党 他都是在供我们人民的产 他供了我们两次场 一个是前三十年 毛泽东时代 吵架 多地 今天呢 后三十年呢 是党卖国土 名无私填 一切都是党的 你想 这样的党 这样的政权 它能具有合法性吗 它能够真正的去传承 新权革命的精神吗 不可能 所以我觉得 沈先生刚才提的一个问题 新权精神的问题 其实他已经说明了 我不过是给他做个补充而已 刚才加州丁先生还提到 就是他谈到 加州有个1370的电台 就是他们不同意 中华民国是先成立的 那么这是一个 最基本的历史事实 那我们就谈到 比如说一些 中共的这些媒体 或者说亲共的这些媒体 用一句老百姓的话说 就是睁个眼说瞎话 那么这种话说出来 它又起什么作用呢 不是让人更看到他 在说一个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在骗人吗 自己嘲聋自己 我就想一说一句话 中国历史上 隋朝只有29年 西晋只有58年 元朝是99年 可是当你编中国历史的时候 哪一个朝代都去不了 它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部分 是一段 中华民国在全中国 拥有38年历史 拜守台湾以后 到今天为止 也已经62年了 它没有灭亡 如果说它还继承着 孙中山先生开创的 大中华民国的精神的话 那中华民国真的没有灭亡 中共并没有统一中国 它只是专制一统大陆而已 所以不承认中华民国 说历史上不存在 用中国的一句 最普通话来说 自欺欺人 那刚才中国北京的 尼先生谈到了 他对这个中华民国 在现任总统 马英九先生 他有一些颇有微词了 我们可以讲 但是我们看这一次呢 就是马英九 他最近说 有许多国父的理念 在中国大陆 没有实现的到台湾来 都一步一步的做到了 那您怎么看 就是现任的这个 比如说中华民国政府 他们的作为 以及现在的国民党 跟当年国民党 他的这种变化呢 简单的说 1986年的11月 我曾经在武汉大学 最后一次讲演 很大胆的讲演 我就说了这么简单几句话 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我说从19 12年 元一日中华民国创建 到蒋介石领导百伐 初步统一全中国 统一中华民国 重建南京国民政府 17年里面 11年军阀混战 五年 是袁世凯 魔求复辟帝制 并实行复辟帝制 张勋捣乱是一天 过无零日 1927年4月18号 中华民国南京政府 重建到1949年22年 外有外患 有苏国的颠覆 日本的长期和疯狂侵略 内有残余军阀 用陈独秀的话来说 就是军阀残余的残余造反 还有共产党在苏联的命令下 实行武装各局 颠覆中华民国 22年从头到尾 没有一天没有枪身 可是 中华民国政府 第一 初步统一了中国 第二 在1946年 用宪政 就是还政愚民的方式 统一了中国 台湾回归祖国 中华民国 百发打倒了军阀 那还算是内部的事情 解决内部 可是 14年的看障 八年的全面看障 整个中华民国 赢得了伟大的 为国战争的胜利 就是捍卫中华民国的胜利 你说 蒋先生做了多少 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做了多少 他们传承了中华民族的血脉 保卫了伟大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中华民国 在万般艰难之下 外患类有交相坚拨的情况下 他们能够如此的坚持自己的民族的立场 能够保卫自己的国家 能够让人民在万般痛苦之中辗转而生谢 而不至于夭亡 这样的功劳是很了不起的 那么今天的台湾国民党 简单的说两句话 我们现在又到了广告时间 那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来谈今天的台湾国民党 那今天我们请新浩年先生 谈辛亥革命百年 欢迎您到我们的热线号码 646-519-2879 那我们休息一下广告 回来之后继续 好 谢谢各位回来继续收看 那么刚才新浩年先生谈到 就是说当今的国民党 您觉得有什么不同了呢 最简单的说 中国国民党在台湾 保卫了台湾 建设了台湾 将台湾推向了民主和还政渔民的境界 完成了孙松山先生的军政 宣政 最后是宣政 这是他的很大的功劳 是全中国的楷模 是不可以忌讳的 但是我也想说一句话 要记住 你们要坚持中华民国 心中要有一个 全中国蓝图的大中华民国 要坚持做中国的国民党 不要只做台湾的国民党 要坚持你们反共复国的理念 而不是和中共隔隔齐齐的做法 只要能够这样 你们将会先遇到中国历史上 中国现代史上最辉煌的历史机遇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些 这个辉煌的机遇跟你就不相干了 我只说这一句话 但您这样说 现在我们也经常听到 有人讲说这共产党现在太厉害了 你没有办法呀 你干不过他呀 其实我们心里是也是很想这样的 但是没有办法 当你自己是内心缺弱的时候 当然你就没有办法 再没有办法 还有蒋介石先生时候艰难 那个时候台湾没有依靠大陆的经济 而获得了亚洲经济起飞四小龙的成语 当共产党天天喊着解放台湾的时候 台湾就这样保住了 发展了 走向了民主了 再难还能比单年难吗 比1949年败退到台湾那个时候难吗 我以为应该学习老蒋先生 苦曾代变 何况现在并不要苦曾 中共对台湾 还是我16年前说的三句话 死也不敢打 要死了才有可能打 打了就死 放心吧 好 那我们再接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第一位是纽约钱先生 钱先生您好 你好 安娜你好 你好 秦浩年先生你好 你好 我经常听你的演讲 你的演讲一遍又一遍 经常重复一遍 我觉得每次重复 都像第一次看 听你说话一样的 很伟大 你是一个真正的律师学家 我现在想 我现在想中国大陆有些好多都是私政的律师学家 他们在跟共产党一样在说假话 在骗欺骗人民 他们不是 他们已经不是律师学家 他们是共产主义的律师学家 所以呢 你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律师学家 我很敬佩你 我就说这些话 谢谢你 金浩年先生 谢谢你过去 好 谢谢钱先生 那我们再接下一位中国大陆David的电话 David您好 请问能听见吗 可以听得到 您请讲 新浩年先生好像 新浩年先生致敬 就是 我听过新浩年先生 演讲的讲座 谁是美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和中共在抗战争做了什么 我听了这新浩年的演讲 我才知道这个真实的中国历史 原来我跟其他很多中国的年轻人 根本都不知道这段历史 就希望新浩年先生以后能够多讲 多到这个新浩年电视上来做这个演讲 这样的话 这很多历史真相能够知道 因为我们中国大陆 我们从小学中学大学 一日读 校长都读到演讲生 对中国的真实历史 尤其从鸦片战争到这个 到现在 这段历史我们都不清楚 不知道是真实的历史 所以希望新浩年先生能够多讲 另外我想说的 中共现场虽然你看着 它表面上强大 实际上它很虚弱 中共现场最害怕的就是九评和三退 作为中国老百姓 咱们能够做的就是传九评出三退 我们不需要直接给它动刀动枪 马上直接给它应答 我们只需要每个人就退党退团退退 就能把它退款了 希望大家都能够向其他人 传播九评这个共产党 这个书让大家都能退党退团 对不对 谢谢 好 谢谢David 谢谢 那我们再接下一位 加拿大马先生的电话 马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新浩年先生好 你好 我是加拿大马先生 那个听说新浩年先生也可能会来 所以我现在在这里等待你的到来 那个我说的是呢 就是说就是关于那个新浩年先生的观点 我非常赞同 就是说按照事件历史的规律呢 就是这个专制和这个共和之间的这种演变 中国大陆和中国这个亚洲 它也一定会按照这样的规律来进行的 这点因为我是学理的吧 我是学那个热力学的 就是从那个整个世界的这个 这个自然界的这个规律来讲 和社会都是这个概念 就是新浩年先生的这个观点呢 也很符合自然界的一种规律 就是商增原理啊 或者是这个多元化呢 这是最终的趋势 但是呢我现在发现了在中国呢 就是有很大部分人呢 就是他心里面缺放一种 是非观念和这个 就是脑子里更多的是 敌我观念和那个利益观念 这个很很糟糕 就是他他没有这个思维观念的话呢 你他你想讲真相 他就他他他他他就只是看敌我 只要把你定义为敌人的话 你再好他也要把你爬上一只脚 你要是是个朋友的话 你再烂他也要拥抱 就是这个问题要解决 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是说加强教育 可能下一代要建立这样一个 是非邪恶这样的一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我就说这么多 好 谢谢马先生 我们再接下一位德国易先生的电话 易先生您好 你好 听得见吗 听得到您请讲 主持人安娜你好 新浩年先生好 你好 现在是 今年是这个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也是那个中华民国百年华诞 向这个台湾2300万民众送上诚挚的祝福 由于在政治制度 价值理念 道德信仰和生活品质方面 有着巨大的差别 所以两岸呈现给世界截然不同的两个中国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前者传承了中华传统的文化和信仰 是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 在文明世界也拥有一席之地 受到普遍的尊重 台湾在一百多个国家 享受免签证待遇 后者经历了六十多年 专制蹂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面临着道德信仰的危机和环境灾难 全民整体化的堕落 形成了一个没有信仰和诚信 没有良知和关爱 没有骨气和廉耻 丑恶肆虐的社会 北京既能把人送上太空 也可以让人强制失踪 专制的罪恶与科技文明 共同描绘着中国特色 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纽约时报广场的中国宣传片 根本改变不了中国大陆 在世界上的恶势形象 相反呢 有百年历史的台湾中华民国 重现了我们民族曾经拥有过的辉煌文明 更具有优秀的传统特征 台湾国民的文明素质 也远高于中国大陆 台湾的存在对中共而言 是如盲刺在背 因为台湾作为华人背景的民主社会 对中国大陆有生动的示范作用 也是中华民族在这个世界舞台上 仅存的一点尊严 台湾中华民国政府 应当提取历史上国共合作的 惨痛教训 不要赎典忘祖 任贼作父出卖台湾 国民党有责政守护好台湾 这块从来没被共产专制 蹂躏过的土地 谢谢主持人 好 谢谢易先生 那我们再接下一位 中国大陆陆先生的电话 陆先生您好 安藏主播好 小年先生好 您请讲 我关通 陆先生请讲 去图马列恢复中华 喂 听得到您说吧 我觉得马列主义是中国最大的殖民德 在中国就是 使中国人没有了自己的文化和思想 共产主义是最会伪装的思想 它最邪恶的 另一点呢 中共一直说 孙中山先生是 连儿连贡辅助功能 您说它是被 被连儿连贡 然后 因为 祝儿是 孙中山唯一的 那时候唯一的救命稻草了 然后最近 又爆出那个孙中山的 孙中山先生的 孙女 就要 说 中共以前 那个江泽民的时候想 花钱收买它 就是 就是为 为这个方面 收买它 您是怎么看的 还想问您一下一个问题 就是您觉得 中国或者海外 还会出现一个像 孙中山这样的人物吗 谢谢 好 谢谢陆先生 那我们再接下一位 纽约陈先生的电话 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是您您请讲 喂 陈先生您请讲 我讲啊 我说 你前前前前 你们都 你们都记得 台湾的大陆的陈云林 到台湾这个 谈判的时候 台湾警察不难 台湾的警察 挂那个 这个金钱百利旗 我认为 台湾的国民党 太不像话了 台湾2300万 如果是 我认为 中华民国 应该选取 应该选 那个 金浩年先生 回台湾当总统 好 谢谢陈先生 那我们再接下一位 加州 王女士的电话 王女士您好 加州 王女士请讲 你好 你好 请讲 安大 你好 我特意问候 新先生好 你好 我只要想知道 新先生给我 真实的历史 我从外没听过 真实的历史 我只有从他那里才知道 什么是真实的 好 谢谢王女士 我们再接最后一位观众朋友 美国曲先生的电话 曲先生您好 你好 您请讲 曲先生请讲 您好 我想讲的就是说 当时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 喂 请 您请讲 在台湾早已经就达到了这个宪政的时期 可是呢 在大陆 中国大陆上 他开始军政 后来还是军政 到了现在 更是加强军政 这是全世界都晓得的这一件事 然后呢 他这几十年来所谓的开放 大家都眼睛看得很清楚 他是开放老百姓的肚皮 然后呢 他封锁了老百姓的思想 信仰自由 这件事情 实际上等于是说 把全中国老百姓给 等于是一种渔民政策 在外界来看就是说 大家把这个中国大陆 老百姓跟这个政府混成一坛了 就是共产党根本不能代表 所谓的中华民族 他只是一个怎么讲 讲难听一点 他是一个邪党 你看他这几年来 从奥运会开始 他只要在国际上 做出什么举动 都是惹一笛指挥 惹的全世界就得耻笑他 那这么大一个中国 针对小小这么一个台湾 台湾要庆祝这辛亥革命 他有什么资格来管台湾的颜色 好 谢谢曲先生 那我们请几行年轻人来回应一下 我觉得他们讲的都非常好 很多朋友都是非常有立场 非常有感情 而且提出的问题也很好 我觉得我只想补充两句话 就是刚才最后一位先生说了 共产党代表不了中国大陆的老百姓 这个话是完全正确的 还有不要怪我们可怜的大陆人民 62年所经历过的这一段血腥的历史 所经历过的痛苦 使得他们在作为一个人 作为人权 作为他应该拥有的民权 都是荡然无成被博得金瓜 他们的知情权 他们的思想权 他们的知识权 等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虽然三十年改革开放 在某些方面放宽了一些 那是客观效应 那不是共产党主观上要推进 这个人权民权的做法 所以从这个就这么来说 永远不要怪自己的人民 但是永远和人民自己 我们大陆老百姓 想着共同的问题 关心着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包括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命运 我想这才是海内外大家所共有的 还有刚才一位朋友说 海外能不能出生农山 我想告诉大家 今天的生农山 只能诞生在中国大陆 我不愿意解释太多的话 但希望大家相信 中国大陆的新的一代 80后的一代 他们在接受中国现代史真相的问题上 几乎很少障碍 只要我们跟他说 他们能够懂到你 能够明示你 要相信年轻人 这是一 第二个 要相信真相永远比假相更有限量 第三 要相信我们的民族 几千年来经历过无数的苦难 遭遇过漫长的专制统治和黑暗统治 可是我们都走过来了 我们不是越走越小 我们是越走越大 我们不是越走人越少 我们是越走人越多 相信由马列主义 所造成的中国的这场共产革命 以及这个革命 为我们中国人民所带来的痛苦 和黑暗统治 就会结束 相信历史会有这一天 我自己就非常坚信 那么一百年前 新海革命就提出来了 民权和民生问题 那么在当今的中国大陆 它仍然是一个最尖锐的问题 也是人民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您认为如何能够解决呢 你讲得很对 几千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民权问题 这样的民权痛苦 如何解决 大家都希望共产党能自己改 但是今天我看中国大陆的大多数人 也日益的走向了绝望 我想只要他改 当然是好 他不改 就是我曾经说的一句话 就让一个变质的和平革命来结束他 什么叫变质的革命 推翻共产专制制度 重建 新海革命所创建的民主和自由制度 好 谢谢新浩年先生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参与 如果您还有其他的想法 或者有问题的话 您可以写我们的返回邮箱 feedback at ngtv.com 谢谢各位收看 再见